我的爸爸卖了一天的妹子 我的妈呀 你想让你爸被揍是不是 他那是卖袜子 瞎说 爸爸结束了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 哎呦 你爸就是个卖袜子的 又不是什么大领导 还日理万机的工作嘞 回到了我们家图四壁的幸福之家 咱家都家图四壁了 还幸福啊 你不会用词你就别拽词了行不行 餐桌上还有一条死不瞑目的清蒸鱼 爸爸吃的是食之无味 什么叫食之无味呢 那叫津津有味 爸爸还说等有钱了 一定要带爱美的妈妈去改头换面 让她变得面目全非 六亲不认 哎呦我的妈呀 你写的这个是什么玩意啊 啊